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继续来到MED学院,继续学习这个MemberCatch的后续的一些课程 好,同样啊,同样还是在和之前咱这个规矩一样 我们之前在练习开讲之前呢,需要把这个虚拟机开启了 然后呢,我们能够利用这个CRT来连接上这个虚拟机 好,在这个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我们上级课所讲的经历 上级课呢,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APA级和PSP环境的搭建 主要呢,还是跟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APA级和PSP环境搭建的一些复诊 可能呢,肯定啊,同学们在这课后啊,做这个环境搭建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错误 莫名其妙的一些错误,这个可能是根据因而而异吧 不同的机器上,它的错误不一样 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呢,遇到这种错误啊,不要害怕 咱们看到这个错误以后,看它是抱着什么错误 拿到这个错误以后,如果咱们能看懂的话 咱们就能够自己去解决,解决这个错误 那如果你实在自己解决不了的话 咱们去宰住,或者说是独播,求助一些网上一些打神啊 他们影响,不一定,肯定不是你先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网上肯定好多人也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去求助地去他们,去收拾一下 啊,这个是解决错误的一个办法 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由于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在这里上一节课呢 只是跟大家演示了一下这个阿帕杰和PSP环境的一个搭建 阿帕杰和PSP环境的搭建 但如果大家呢,想学习这个LAMP环境 LAMP环境的搭建 啊,甚至我这里边连那个,连那个候选的一些参数我都没有弄 这是一个环境的搭建 啊,咱们必须把这个环境搭建起来啊 因为搭建起来以后,我们才能有这节课的一个讲解 这节课呢,就是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MC啊 MinoCash的一座扩展啊 说是讲这个扩展的一个编译呢 啊,其实呢 还是,呃,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编译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呃,怎样在一个编译好的一个环境里边啊 这个环境已经编译好了 就比如说上节课啊 这个Linux啊 这个阿帕杰和PSP环境已经编译好了 哦,已经编译好了,我怎样才能把这个,把这个MinoCash给它打进去呢 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在Linux之下,它是一种方法,一种方法 在Windows的环境下,它又是一种方法 啊,这节课呢,主要跟大家主要的介绍和演示一下这个,呃,这个Linux的环境底下 我们怎样把这个MinoCash给打进到已经有编译好的这个环境里边去 啊,后续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 我们要一下这个,怎样把这个Windows在这里上 MinoCash的一个扩张,给它打进去,好吧 好吧,好,那,嗯,行话不多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你要想编译这个MinoCash的一个扩张啊 那你是不是,是不是得需要先下载一下MinoCash的较差点机率的这个版本啊 我们来到这个PCR.PSP.NET 这个网站上呢,就是,嗯,学过PSP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PSP的一个扩张的一个网址 这里边有MinoCash的帮助的,PPSP的一些扩张都在这里 你直接可以在这里边去搜,打开这个网站,直接去搜,下面点,我们来看看 回车,行不行,稍微改一下 嗯,这个,这个可能是因为网速的人打了,这个肯定是能打,能够打开啊 嗯,就是因为一些网速的一些原因吧 嗯,就是这个,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打开啊 好吧,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应该是能够打开的啊 这是当然是因为我这个网的原因,那由于那个之前呢 那我之前已经把这个慢慢开始点,它点PC这个包已经给它下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已经给它下下来了啊,这时间的关系 那如果说同学们呢啊,也也有像我今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打不开 这个网站啊,死活打不开,因为它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被强了吧 这个,把我强连技术的一些资料都,都,技术的一些网站 所以没办法,没办法,那无所谓啊,无所谓 如果同学们遇到我这种情况啊,我会把这样的,在客户呢 我会把这样的一些,这个,拨展的一个包,给它闪上去 如果同学们呢,嗯,没有办法下载下来的话 可以去下载我的这个,好,那既然有了这个包以后 有了这个包以后,还是同样的老办法啊,我们先把它解压 解压,好,解压做完了以后,有了这么一个包啊,我们来进到这个包里边 看到,看到这里边的包,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进到这个包里边以后 我们大家来发现有什么不同,我们大家来可以思考一下 有什么不同,和之前我们解压的那些包有什么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去解压的这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贴士品,有什么不同,可以来比较一下 是不是发现有没有这个config,config文件 不知道大家细心的有没有发现啊 它是没有config文件的啊,所以呢,我们第一步是让它先产生一个config文件 什么产生呢,您去到这个local下的php,它下面有个定义上的php 还有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文件的主要作用是产生一个config文件 它产生的这个config文件,它是会根据我们当前编译的这个php的版本 当前编译的这个php的版本,然后产生相对应的这个config文件 上面有些慢啊,好好,我们已经它已经编译好了,我们来看 好,经过这个一个编译以后,我们发现,是不是有了一个config文件 是不是 发现是不是有了一个config文件 好 有了这个文件以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我们之前那个简单的一个步骤 config开始进行给它进行编译 是不是 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里边 还有一下 还是一样 因为有些多 我们来翻屏 翻屏 翻屏 那应该来 可以呢 我们能够看到 这都是它可选的一些选项 可选的一些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disableoptionchecking disableinvol 我们来看到这个选项 刚刚有pvp-config pass pass to pvpconfig 就是这个pvp的一个 刚刚invol member开始定 liberman 慢慢开始 d-d-r 刚刚invol debug compile debugin symbol 这都是一些选项 我们 为了简单 简单的话 我们就直接 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把他的pnp-config 这个东西给大家转换 好 现在有了这么一个 有了一个东西 同样还是 由于这个 它的编译 我这台机器 确实有限 中间编译的话 可能会浪费大家一些时间 所以呢 我这块呢 就是给大家展示 它的编译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如果大家那个环境没有问题 ok的话 它就会编译 编译 编译 config成功 好 现在已经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make 然后 不是 已经config成功 config成功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make 然后make make install 我们开始进行make make install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这个make install 那我之前 我跟大家忽略过去了 就是 现在已经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 编译成功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usrlogo p下的 利果下的 psp 有一个这样一个 好 我们来看 有一个memor cache.so memor cache.so memor cache.so 说明这已经有了 这个memor cache.so 然后 我们来去看 它的 改去 去改一下它的 p.ni 这里边 这已经有了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编译过的 我们在这里边 只需要加上 extension dnr 把这个 load debug 把这个路径考过来 20131226 好 有了这样 然后把这个extension 等于memor cache.so 给它打进去 这样的话 就是修改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一下它的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完这个配置文件以后 我们再重启一下 这个 这个 因为已经 已经 已经修改这个 这个 所以 重新新改了这个配置文件 所以我们需要 重新的给它 起动一下 服务 给它 加载一下 这个配置 还是 那个老办法 刚 这样 大了 一下 成功 这个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 说明成功 说明的话 这样的话 这个 memor cache.so 已经给它打进去了 给它打进去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 这个 整个 一个 memor cache的 一个编译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 Linux的虚拟机 Linux的环境下 我们可以按 在一个 编译好的一个环境中 把这个memor cache的 扩展包 把它打进去 这个方法 主要是跟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方法 在Linux的环境下 比如说我们将来 在Linux的环境下 我们我想打一个 那个什么 打一个Redis的一个扩展 THP Redis的一个扩展 我是不是 是不是也和这个 memor cache的 打memor cache的 扩展方法一样 主要是把这个memor cache 把它换成那个Redis 或者说打成 我要打个 MongoDB的一个扩展 同样的 就是把memor cache 换成Redis MongoDB 其实步骤 步骤 都和我们这个 上面的步骤 都是一样的 它都需要 五六七八 然后九十十一 这几步 都需要这几步来 来去做 都需要这几步来去做 你们能够注意一下 主要是掌握一下这个方法 这个就是在Linux的环境下 我们怎样去 就是编一个 PG的一个扩展 编一个进去 那如果在Windows的环境下 在Windows的环境下 这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做准备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在Windows的环境下 我们只需要再去网上去找一下 这个版本 最近的这个DLL文件 MemberCache的对应的DLL文件 MemberCache.DLL文件 大家可以上次查找一下 然后找到这个DLL文件以后 我们需要把它考到 Extension.Ext CMP目录下来 应该有个Ext 这样的目录 考进去 考进去完了以后 然后在PMP.NI 这个配置文件 加上或者说 加上Extension等于 PSP.G.MemberCache.DLL 这样的一个DLL 然后加载完了以后 保存退出 重新提供这个APAQ 和LinQ是这么一样的 重新提供这个APAQ 如果没有报错 说明这个 应该说明这个 MemberCache.DLL 已经是加载成功了 好 这个在Windows的环境下的 一个编译 只是跟大家 顺着提了一句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 作为一个个页 大家在客户 去看一下 去做一个练习 或者说学习一下 怎样去加载 主要还是掌握 在LinQ的环境下 怎样去编译 这个PSP的困境 我们在将来的环境 工作的环境 大部分都是在LinQ的环境下 只要去转网上去搜尔 去找 肯定能找到这个杯 这个就是本节课跟大家讲的所有的内容 咱们呢 这一刻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节目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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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